轿车开在路上 女子突然冲了出来 只差一公尺就撞飞女子 再看一次 身穿外套的女子 横着走过马路 宛如螃蟹走路 身体还不断摇晃 一旁远景赶紧把人拉到路边 还好没发生意外 重回现场 事件就发生在彰化这条马路 因为路线比值 车辆速度都不慢 当时女子疑似喝醉酒 在马路上跟朋友起了争执 才会跑到马路上 一名征讯女子 她因为酒后失控 精神状态不太好 然后就跑到张鹿鹿马路上 要去拦车 然后经过了民众 发现之后马上到派出所 像当时执请的远警 我说明这个情形 然后我们马上就跑出去 然后赶快把他拉回来 派出所暂时的安置 由于女子喝醉 当时情绪非常激动 在马路上游走 民众赶紧到派出所通知远警 没想到才一出警局 就看到这危险的画面 赶紧将他拉离马路 女子被带回派出所 直到凌晨4点多酒醒后 警方用巡逻车将他护送回家 只是喝醉酒 就走到马路上拦车的行为 不仅造成用路人麻烦 已非常危险 记者陈广瑞张话不懂